为了让中备的训练、手脑协调、昏昏失地 当时六十九点定期的基盘电脑扩定当中 是让中备还是用电脑轮替过度 九点几出下课后老大人买到处来的人 做过的认识就处也能得到老友中央的目标 来 讲话是中心的 中备照着老税基督要来用电脑创作自己的作品 这是当时六十九点定期基盘的电脑扩定 让中备可以用电脑来发挥創意創作 大家都感觉非常心切处理 未来也会把这片分享给处来的人 我感觉很高兴 因为北港医院加设这个据典 让我们每一个长辈在这里有很多的学习 这一段老师他能够在与虚心引导教导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年纪的还在学电脑 像这一段来的卫度虽然是都没有摸到 但是这样在博也很深色的 很处理的 但是博不漂亮 但是感觉这样还不太厉害 基点也表示 接着跟发生基金会合作 让中备可以接着电脑来卫度 不只是可以混连中备的手脑 也让大家运用豐富的食材来发挥創意 完成的作品也可以带回家来分享 也希望接着确定 让中备可以跟家人做会合设 大家有老友就用好一步飘 那我们的电脑课程啊 其实是针对于银法族来设计的 那因为这边是私自据点 所以长辈对于记忆力的部分会很慢 而且会慢慢的因为记不得 然后很多事情就懒得去做 所以我们才跟华硕基金会有申请了 12台的再生笔电 来跟长辈使用 我们自己在用小画家的部分来讲话 其实就没有那么好操作 但是长辈需要透过用 我看到这个鸽子 然后再带入颜色 然后把它填进去 让我的手要动到那个位置 其实这个是真的有难度 所以经过这样 这一段时间的使用上之后 蛮多长辈的使用上的技巧 都还算不错 而且有自己发挥他们自己新的功能 跟潜能在 中备随着时代的变化 开始开始使用电脑 不仅是可以混音手脑并用 也跟我们新的作品分享出去 让中备在柯定中 能反弄发快乐压舍 也做会险收卫兜的处理 吉他永远新彩虹报道 好 我们下回来 好 好 好 breaking 好 感谢观看